台媒报道称 解放军辽宁号航母编队10号开始从南海北返 今天早上7时进入台所谓西南防空识别区 沿所谓海峡中线以西向北航行 台军上下高度戒备 各型号舰机纷纷登场警戒 怎么看台湾方面的应对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表示 美方不想看到任何武力展示或任何形式的提升紧张的做法 美方的表态又该如何解读 军事专家曹卫东 台湾时事评论员张有华 赖月谦带来独家观察 蔡英文来到中美洲之行的第二站尼加拉瓜 为何有台媒批评 台湾在民进党主政下 不仅对美日喊爹叫娘 连对自己所谓友邦小国也一味委屈求全 台湾时事评论员张有华 赖月谦又深入解析 当地时间10号晚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芝加哥向美国人民发表告别演说 细数自己八年任期内的政绩 奥巴马强调 与他接掌白宫时相比 现在的美国变得更好更强大 如何给奥巴马阵期内的表现打分 时事评论员吴学兰有专业分析 海峡亲感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瑞士海峡亲感线 我是杨阳 国台办今天上午举办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马晓光对2016年的两岸关系 进行了回顾和梳理 同时对2017年的两岸关系发展进行了展望 谈到2016年的两岸关系 大家自然会想到不久前 连安媒体评选出的年度汉字 变字 也会想到台湾媒体评选出的台湾地区的年度汉字 苦字 一个变 概括了2016年两岸关系的变化情况 而一个苦字 则表达了台湾民众对这种变化 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的切身感受 马晓光表示 台湾新执政当局拒不承认 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造成两岸联系沟通和协商谈判机制中断 方方面面的成果受到影响 台湾民众切身利益受到损害 与此同时 台独势力动作频频 推行去中国化活动 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 维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 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 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成为两岸同胞的首要任务 面对新的复杂形势 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央对台大政方针 团结两岸同胞 继续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 阐明了坚持九二共识 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原则立场 宣示了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台独的 坚定意志和决心 表达了促进两岸民间交流合作 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的真诚态度 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回首2016年 两岸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 揭示了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两岸关系才能行稳致远 两岸同胞才能共享福祉 破坏了这个政治基础 台海上空就阴云密布 台湾同胞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任何试图割裂同胞亲情 弱化和切割 台湾与大陆联系的做法 都是不得人心的 展望2017年马晓光表示 两岸关系发展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加 风险挑战增大 我们将继续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研究出台有利于台湾同胞来大陆学习 就业创业生活的政策措施 增进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强化情感纽带 大陆将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蔡英文日前在2016年年终记者会上 关于两岸关系 她全文仍未提到 就而共识和一个中国 同时还称 大陆在一步步退回对台分化 打压以及威胁恫吓的老陆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 民进党当局造成当前两岸关系 不利局面的责任是推卸不了的 马晓光表示 2016年5月20号以来 大陆方面多次表明 我们的对台大政方针 不会因为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 包括团结两岸同胞 继续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 坚持久而共识 反对台独 坚定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继续推进两岸各领域交流 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增进同胞福祉和亲情 我们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台湾新执政当局 上台执政以来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不认同两岸同属于衷 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纵容各种去中国化的台独分裂活动 削弱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和联系 执意往2008年以前的对抗老路上去走 那么谁在走大路 谁企图走老路 甚至走邪路 事实是非常清楚的 民进党当局造成当前两岸关系不利局面的责任 是推卸不了的 谢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 那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由于不满民进党和这个蔡英文当局 大肆的进行或者纵容台独行动 在元旦那一天呢 台湾南投的民众命运人呢 就带领一群这个拥护祖国统一的人士呢 在彰化的二水乡 是举行了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和中国共产党党旗的这样一个升旗仪式 那对于这一举动 发言人如何评价 那第二个问题是台湾时代力量的这个明代林长佐 日前在台立法机构质询的时候表示说呢 这个台湾艺人登陆演出 现在是遭到了大陆方面的刁难 那台湾方面陆委会为此就制定了 台湾艺人赴中国大陆表演 应注意事项的所谓的这个交战守则 那对于陆委会这一做法发言人又如何评价 谢谢 早日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振兴 是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对于台湾岛内 任何反对台独 支持两国关系和平发展 赞同国家统一的言行 我们都表示肯定和支持 第二个问题 这个长期以来啊 我们积极鼓励 两岸的文艺人士 开展交流和合作 并且为此啊 这个提供了很多 政策上的便利 只要是正常的健康的交流活动 都不存在所谓的封杀干扰和阻挠的问题 反倒是这些年来 大陆的演艺界人士 在台湾参访交流拍片 演出过程中 不断的传出 受到各种限制和刁难的事情 甚而至于呢 至今大陆的演艺界人士 仍然不能在台湾进行商业演出 所以我想说啊 在给别人照镜子之前 先看看自己的衣冠 谢谢 此外有记者提问 蔡英文在过境美国时说 美方正持续劝说中国大陆方面 希望能够恢复与台湾方面的对话和沟通 对此 马小光回应称 只要接受承认九尔共识这一事实 接受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 两岸重启对话谈判不是问题 如果台湾新的执政当局 不能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反而要去告洋状 是于事无补的 我们再来关注 在首次远航训练中 初步形成战斗力的解放军辽宁号航母编队 10号开始 从南海北返 据台湾媒体报道 辽宁舰编队于今天7时 进入台所谓西南防空识别区 并且沿所谓海峡中线以西向北航行 台军上下高度戒备 不但战斗机预警机护卫舰纷纷登场警备 台防务部门主管冯世宽 也专门进入指挥所作证 台媒报道称 辽宁舰及护航舰艇 10号晚间由台湾海峡北上 航路维持在所谓海峡中线以西 并于今日7时 进入台所谓西南防空识别区 向北航行返回母港 台防务部门发言人陈忠吉称 会持续掌握辽宁舰动态 大家不需要去过度解读辽宁舰 然后第一个就是说按照我们的了解 事实上辽宁舰还没有达到一个全战备的一个状况 另外民进党及民代罗志正宣称 辽宁舰北返是虚张声势远大于实质威胁 不过台军上下却不敢大意 打起十二分精神 有台湾官员透露 台湾海空军已动员监控侦察系统 全力监控辽宁舰动态 其中澎湖马公的台海军146舰队 派出成功级护卫舰 全程伴随解放军舰队北上 空中的P3C巡逻机 IDF金国号与F16战斗机都已紧急起飞 并出动12C预警机 保持监控海峡内舰机的动态 台军各监侦系统通过迅安数据链 将辽宁舰的动向向台北恒山指挥所现场直播 台防务部门主管冯士宽也进入指挥所坐镇 随蔡英文所谓出访中美洲四国的菜办发言人黄崇燕 在尼加拉瓜时间10号上午受访表示 有关大陆基建情况 一切都在团队掌握中 人在尼加拉瓜的蔡英文也有及时得到报告 不是今天才知道 而蔡英文心情看起来似乎没有受到辽宁舰的影响 面对媒体提问有关辽宁舰的问题 蔡并没有回应 另外对于辽宁舰编队通过台湾海峡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唐纳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方肯定不想看到任何武力展示 或任何形式的提升紧张 唐纳称 美国根据国际法向所有国家保证 合法使用海洋与领空的权利与自由 只要符合法律并在国际水域运行 美国认为没有问题 不过有记者问唐纳 以他的角度 台湾海峡是否为国际水域 唐纳说 我不确定 关于辽宁舰通过台湾海峡向北航行仪式 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明表示 辽宁舰是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近几年一直在训练 台湾海峡是大陆与台湾共享的国际水道 所以辽宁舰训练过程中 往返台湾海峡是正常的 对两岸关系不会有任何影响 我们的航线基本上是偏重于大陆这个侧面的 但是尽管我们的这个航线是远离台湾所谓的中心线 但是他还是非常的紧张 见机都进行了跟踪的监视 并且相应的做了这种准备 说明他一怕大陆的军力 二怕大陆的这个航母编队 是非常紧张的 那么他的这种紧张说明了他现在对中国的大陆的这种军力的 害惧怕 那么至于美方的这个表态呢 我认为他也是偏颇的 因为中国大陆的航母编队在正常的训练 那么不会影响到台海两峡的局势 那么他现在说就不愿意看到所谓破坏 那么中国大陆的军力是正常的训练 对两岸的局势没有任何的影响 那么他说这个话干什么呢 再说美国又不是一个国际的警察 他有什么资格来评判中国的正常的这种训练的活动呢 所以我们看就是他说的这个话呢 是您就是说他对中国的航母编队是非常重视的 应该说是他看到了这一点 好的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博士 贺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主持人 感谢月华不锈钢队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帕声秀用月华 今天来到我们论到台北板块的两位来宾 分别是时事评论员张有化 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和我们一起探与讨论的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赖月谦教授 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相信在昨天晚间的时候 两位都跟我们一样 是大概在晚间10点45分左右的时候 突然之间我们手机收到了各大媒体的推送 称解放军辽宁号航母编队将要穿越台湾海峡 并且表示说台中基地的IDF经国号战斗机 已经起飞监控 同时在报道当中还附了一句话 就是说向台防务部门发言人求证 但是发言人未证实也未否认 那么当然之后台防务部门是陆续发出了多封的声明 以及新闻稿 那么今天我们要一一来解读 其中有两点 我们先要来请教一下赖月谦教授 就是我们注意到 刚刚我们提到的 媒体对外推送说解放军辽宁号航母编队 将要穿越台湾海峡 为什么台防务部门没有第一时间做一个回应 只是非常暧昧的 没有回应也没有证实 另外就是台湾媒体称说 辽宁号航母编队是在今天的时候 上午7点真正进入到台湾所谓的 西囊防空识别区 在时间点上和台军方的一个预计 有较大的差距 那么台军方原本是宣称说 在昨天晚间9点会进入 那么在今天清晨就会离开 在这两点的背后 有哪些需要我们解读 一开始为什么这个讯息传送出来的 判断也应该是军方传送出来的 那军方他提出来说 他们预判辽宁号 早就在预判内的说 辽宁号应该是在 昨天晚上要开始进入 这个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预计在今天的清晨 那么要离开台北 那时候的预判是这样子 但是在整个雷达幕上 或是整个掌握的 辽宁号的讯息里面出现 可能没有出现这些讯息 那这样的情形下 这个陆委会他在 额 发布新闻了以后 因为很多人在问的时候 他也没办法回答 因为这个讯息 他完全没办法掌握 他就推给说 哎 防务部门 你去问防务部门 可是防务部门又没有 确实资料的情况下的时候 他又不能够直接来宣布 因为直接宣布 如果落差太大的话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他采用一个办法 那就不召开记者会 用不断的发简讯的方式 那么等到情报资料确定了 看到了 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公布了 这个也可能凸显出一个 台湾的一些比较盲点的地方 就是太平岛到东沙群岛 乌丘这中间的情报的掌控里面 可能是台湾的情报区的盲点 这个很有可能就把自己的暖乐 也已经泄露出来了 另外我们要注意到 就是在昨天晚间的时候 其实一方面是台军紧急情况 应急处置机制被启动 那么首先向远在中美洲的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汇报 同时台防务部门负责人冯士宽 是进入到台军的恒山指挥所坐镇 那么台军的P3C反潜侦察机 还有IDF金国号战斗机 F16战斗机紧急升空 那么在配合之前 已经在空中进行预警侦察任务的 E2C预警机对于西南部海域进行监控 而另一方面 其实我们提到就是说在媒体上 披露的核心却不是以往 或者说上一次强调的F16战斗机 而是IDF金国号战斗机 这是为什么 并且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 参与昨天晚间任务的 IDF金国号战斗机返航落地 从媒体曝光出来的画面 我们来看的话 也没有挂在明显的武器 这些信息应该如何解读 我们请教张先生 就我所知 美国在辽宁号准备北返 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 他给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他不希望发生插枪走火事件 那第二个 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 还有美国之间都有一个默契 只要辽宁舰不做战斗巡航 那台湾就不挂弹 但是他还是要派IDF F16跟E2C还有P3C 就是说你对于这些武器的使用 你必须要由高级将领 他奉冯四宽的命令 才能够启动 就是这一次辽宁号的北返 让台湾军方感到忧虑的是 上一次是晚上走 这一次是白天走 那晚上走的话 那相安无事 因为你白天走 那就是怕插枪走火 所以先派IDF去看个究竟 派个看个究竟的时候不挂弹 当他不挂弹 就是向中国大陆表明 我只是来看一下 我就回去了 那至于F16的升空 从嘉义到屏东的这一块西南训练基地的空域内 进行例行性的训练 那至于完全监控 辽宁号是交给P3 P3那我也发现了没有挂那个浮标站 E2C只是在空中 他这个空中他还不在西海岸 是在靠近台湾的东海岸 这次辽宁舰 那北上 美国引进知会了台湾 就是不得运用辽宁舰的北上 你做任何一些所谓攻击性的行动 你要做的话 一定要征求美国的同意 其实美方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进行权力交接的敏感时刻 他不希望台海有任何插枪走火事件的发生 除了不希望台海有任何插枪走火事件的发生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一阵子来 尽量让蔡英文自我节制的就是美方 就是说蔡英文无论对于两岸关系的谈话 虽然讲了一些不痛不痒 但是他至少他是极力的克制 没有像陈水扁那样子 极力克制他主要 他是来自于美方的压力 好 另外我们要注意到是 其实上从昨天到今天为止 台军方是强调说 对于近来不断发生的解放军 海空力量连续对于台湾周边 形成了这样子一种威吓 台湾方面将对于他自己的防务战略规划进行调整 并且还具体声称说 将对于现有的天空三型防空导弹 雄风二型反舰导弹 以及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进行升级 在这样的态势之下 在今天这样的态势之下 做出这样的表态 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 当你发现假设有导弹来袭 导弹来袭 你要海空三也好 或是天空三也好 这是防卫型的武器 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这种防卫型的武器 它是地对空或是海对空的 这样的一个防卫型的武器 那目前来讲它的发射的 基本的速度是4马赫 4马赫的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超过4马赫的导弹来袭的话 那你的拦截的可能性就较低了 以中国大陆现有的 这种导弹的攻击数量 已经我们已经看到了 有超高音速的 也就是有达到9到12马赫的这种 那你4马赫的防卫性的导弹 打不下这个超高音速的导弹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如果是对于这种弹道导弹飞弹来说的话 如果你要拦截这个寻异飞弹 也就是说它飞行速度比较慢的 亚音速的这个飞弹的话 那由于亚音速的这种寻异飞弹 它的造价一般大概在45万美元以下 但是这种海公3或是天公3的这种飞弹 初步估计它的造价大概在150万美元左右 不划算 不划算 那它能不能去拦截这种 这种寻异飞弹 那这个又是一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它号称 它可以打下这个歼20隐形战机 或是歼31 但是你要能打下歼20或是歼31 这个可能性是高的 可是它的前提是 雷达要能够看得见 而我们所谓的隐形战机 就是在雷达幕上 让你不太容易被发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看见了以后 你要能够咬得住它 那雄二飞弹的话 我们那就是海对海的 海对海的飞弹 它是一种反舰的飞弹 可是它的最有效的射程 不会超过500公里 而这个轰6K 它本身的这个是在4G外 也就是在1500公里到2500公里 它这么远的距离中 它就能够发射它的巡异飞弹 所以当时公布这样的一个讯号的时候 在台湾就遭受到我们台湾的退役的一些将领 他们说你太把自己高估了 那而且你这样子一个发展 你还没有成熟 你还没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你的量产也不够 然后你却有这样摆出一个挑衅的姿态 那当然在台湾就受到了很多的抨击 好 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些相关的军事装备 那其实近来还有一些 岛内的过去的密心被揭露了 我们一起来看就是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叛逃到美国的台所谓中科院核研所的前副所长 张献毅先生接受了访谈 那么他将会发表一部他接受访谈的新书 在9号的时候是举行了发布会 张献毅在书中据称披露了台当局在上个世纪秘研发核武器的不少内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短片 张献毅去年在美国接受台所谓中研院副研究员陈怡深的访问 访问记录由台湾远族文化公司出版成书 并于9号在台举行新书发表会 据台媒报道 张献毅在这本名为核弹间谍CIA张献毅访问记录的书中称 当年台所谓中科院明确告知 在美方介入下台湾被迫不能研发地对立中程弹道导弹 他披露台所谓中科院当年曾经研究如何将原子弹小型化 以便能装进IDF金国号战斗机的附油箱里 梦想着能够以此做法对大陆发动攻击 报道称为应对大陆军力及核武威胁 台湾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时进行多项军事研发计划 包括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 核武研发计划 以及自制多功能战机等 并已进行将原子弹小型化的相关研究 张献毅说因为台所谓中科院的计划已踩到美方红线 美国知道后便决定摊牌 这也是美国在1988年派人到台所谓中科院核研所 强行拆除与核武发展相关的设施 并把重水市核反应器的重水抽走 让台湾核武发展计划被迫终止的关键原因 民进党机民代罗志正称 在台湾迈向核子门槛的关键时刻 美国大动作出手摧毁台湾核武计划 绝对与张献毅将核武机密外泄有关 据了解张献毅1988年1月叛逃到美国 是美国中情局一手策划的 之后美方派人拆除台湾核子研究设施 张献毅认为 美国安排他赴美 或是为搞垮时任台军仓谋总长的郝伯村 担心郝伯村可能变成不易控制的军事强人 目前台湾军方对张献毅叛逃通缉的时效已经结束 张献毅透露 他到美国后被安排住进华盛顿特区 一处由中情局干员保护的安全屋内 美国政府认为他们夫妻回不去了 便支付一笔额外的安家费 补偿他们失去台湾房产的损失 但金额加起来换不到美国的一间房子 张献毅先生日前发布了他的新书 披露了当年台湾发展核武器的一些内幕 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更多是看到 其实美国中情局在上个世纪后期对于台湾 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涉入 这样涉入究竟有多深 而张献毅的所谓的这样一个被定性成为叛逃的事件 又是否是都是美国所指使这样一个他所号称的 我想我们分几个层面来看 我们先看第一个层面就是 他的叛逃是不是美国的成功 确实是美国CIA的成功 而且美国的前任的局长那么李建民 他自己本身在他回忆录里面说 他对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工作是彻底的失败 那他觉得他这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撤反 这个张献毅背叛台湾 我们台湾当时的清华大学的教授 不愿意把他们的知识用在核武的发展 所以把清华计划转移成为桃园计划 当时用的骨干就是由中正理工学校毕业的 这些军官送到国外去学习核能的知识 那么学习核武的知识 学习电子计算机的知识 在国外读完博士学位以后 再回到台湾里面来工作 张献毅就是中间培养的这样的一个人 培养这样一个人 那么在核能所发工作的时候 一直升到副所长 你就可以知道他是被当局所重用的 被当局所重用 那么从清华计划移转到桃园计划的时候 他就一直参与 那么一直到当到副所长的时候 已经这整个核武开始要进行模拟事报的时候 他把整个东西带走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他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那问题就在于说 是不是张献毅所说的在1982年的时候 他才被美国人接触 但是台湾的防徽部门里面的研究 跟研判里面认为 张献毅应该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那么就被渗透进去了 当然这个部分里面也要有待 美国人做的副照 也就是美国CIA已经帮他做了一本正式的副照 好 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点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新闻继续 欢迎回来 至于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 蔡英文到中美洲 来到第二站 尼加拉瓜出席了总统奥尔特加的就职典礼 但是在这之前竟然出现了随行记者 是看到当地电视的直播 才知道蔡英文正在于奥尔特加会面的诡异现象 事件发生以后 在台湾内部引发了很多的批评和揣测 甚至有台湾媒体直接批评说 台湾在民进党主政之下 除了只敢对于大陆强悍 对于其他各地一律都是卵啪啪 不仅是对美日喊爹叫娘 难道对于自己所谓的友邦小国 也只会一味的委屈求全吗 我们一起来看 台湾中时电子报10号评论文章指出 蔡英文办公室先前公布 蔡所谓出访中美洲四国的细部形成时 唯独在尼加拉瓜形成中 未排列与该国总统奥尔特加的会谈 并有多处空白 也引发外界对于所谓邦义是否稳固的猜测 结果尼加拉瓜方面为蔡英文接机 并未依循外事惯例 既非副总统或外交部长接机 而是由总统的一位顾问接机 接下来则是突然性的 蔡英文与阿尔特加闭门密谈 却又开放直播 怪的是这场矛盾的直播密谈 事前连台外事部门主管李大为也不知道 而这些怪象都是活生生发生 在台湾所谓邦交国的身上 文章分析称 如今两岸关系陷入僵局 影响到台湾涉外关系的负面效应 已经逐渐显现 台湾在民进党主政下 除了只对大陆强悍 对其他各地一律软趴趴 不仅对美日喊爹叫娘 难道连对自己的所谓友邦小国 也是一味的委屈求全吗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江启臣 10号上午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蔡英文前往尼加拉瓜 行城市空白 台湾随行采访团被关在饭店内 只能透过新闻才知道双方会面 这是对台湾不够尊重 没有事先掌握好行程 使人怀疑所谓台尼关系是否已经生变 尼加拉瓜当地时间10号下午 蔡英文还参加了总统阿尔特加的就职典礼 并且带着随行将近40位媒体团成员 一起出席采访 此次就职典礼除了蔡英文外 还有委内瑞拉 宏多拉斯 萨尔瓦多 波利维亚的元首出席 另外蔡英文当地时间10号上午 还参访了三家台商在当地的成衣厂 其中如今纺织的董事长陈世修 用了自家生产的牛仔布 裁制六条狗领巾 送给蔡英文的三只爱犬 一狗两条 脏了可替换 领巾上绣着狗狗的名字 台媒称 蔡英文收下礼物时 表情超开心 直说很喜欢 相较先前 蔡英文在过境美国休斯敦时 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 与蔡英文互送礼物 所引发的争议和尴尬 蔡英文这次应该书心多了 当时蔡英文送给阿伯特花瓶 阿伯特给蔡英文钟 立刻引爆了社交网络上的讨论 有网友认为 台美互相都不怀好意 一个送中 一个暗喻人家是花瓶 谁也不欠谁 蔡英文在尼加拉瓜最大的新闻 现在是蔡英文顺利的出席了 总统阿尔特加的就职典礼 并且这一次是坐在 阿尔特加夫人 也是尼加拉瓜副总统的身边 这跟昨天的一些情况 是有些反差的 昨天的会面 是连随团记者都不敢通知 同时包括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李大为 都完全不知道说尼加拉瓜正在直播 那么其实此前对于说 尼加拉瓜和台湾之间的关系 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就多有揣测 那么现在蔡英文在尼加拉瓜的整体 两天的待遇来看 这种的担忧 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 教授 当然对于这个蔡英文的团队来说 现在总算可以松了一口气了 因为之前的话就非常的担心 说见不到人 那么或者是被冷遇了 或者是说发生了什么状况 那么当时担心很多 那一直到昨天的时候 例如说六点十分才接到通知 说六点半总统要见 这个对台湾来讲 颜面是很受损的 那当然在这一次中 蔡英文的遭遇待遇 显然比这个马英九比陈这边好很多了 好很多以后就松了一口气了 即使有这么一个小插曲 好像就是说被传惯去见面的 这个对台湾来讲感受很不好 不过我们有一个忧虑在里面 就是说到底 你是用什么方法来弄通的 那我们也会担心说 之后会不会你之前答应的东西 之后要兑现 那之后如果你没有兑现的话 那会不会又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你兑现的时候 在台湾的民众会不会后来才恍然大悟说 你原来给人家那么多钱 或是给人家这么多东西 你怎么没有经过我们同意 怎么可以被他勒索要挟这样子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 那现在目前来讲是 我们大家都觉得是一个闷葫芦 好的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点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远博士 主持人 好的 谢谢台北远博士 好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当地时间10号晚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芝加哥 向美国人民发表告别演说 技术自己八年任期内的政绩 奥巴马强调 与他接掌白宫时相比 现在的美国变得更好 更强大 如何给奥巴马任期内的表现打分 时事平原吴学兰有专业东西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我是杨阳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呢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下面进入今日重磅环节 据环球网援引外媒报道 当地时间10号晚10点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的第二故乡芝加哥 向美国人民发表告别演说 在演说中 他承诺将与下届总统特朗普 实现平稳过渡 期间 奥巴马还自嘲是跛脚丫 因为没有人服从指令 尽管这样 他还是谈结了自己任职期间的成就 称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 奥巴马一上台就表示 你好芝加哥 回家的感觉真好 他还自嘲说 你们可以说我是婆小鸭 因为没有人服从指令 不过在他的告别演说现场 气氛相当热烈 开场时听众长时间站立鼓掌 背景一度出现再参选的口号 奥巴马总结和肯定了自己两个总统任期内的成绩 他说 如果我说你 我们能够开一个新节目 与人民共和国人 关注了尔河的规则计则 没有射击 击出了一刀 拿出了一刀的主意 9-11 如果我说你 我们能够赢得一切与生命 演说中奥巴马谈到了在过去八年取得的成就 感谢了自己身边人的助力 他还数度落泪 获得了全场鼓掌欢呼 观众一同高喊再来四年 而奥巴马则笑着回应 那是不可能的 另外奥巴马在演说中还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等竞争对手 无法与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相提并论 这也是奥巴马整个演讲中 唯一提到中国的地方 针对奥巴马的说法 中国外交部1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陆康表示 第一 可能我们和美方的思维框架不太一样 中国一向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 所以在谈论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 更多考虑的是随着中国自身发展 我们可以对国际社会所做的贡献 而不是我们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 第二 如果非要谈影响力 按中国人的逻辑 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 也应当由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来评判 而不是自己说了算 后任总统特朗普即将在20号举行就职典礼 奥巴马的演说还特别强调了新旧政府平稳过渡的重要性 奥巴马的这场向前看的告别演说 宣告其8年总统生涯走向结束 10天之后 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即将上任 将开启一个很可能与奥巴马截然不同的任期 据报道在特朗普此前任命的官员中 不罚他的亲信和死忠 美国国会10号开始对特朗普的封关清单进行审查 民主党声称 以做好准备会挑战一些人的任命决定 特别是特朗普10号提名自己的女婿 大女儿伊万卡的丈夫 贾里德·库什纳 担任白宫高级顾问后 一批民主党议员要求司法部和政府 道德准则办公室的官员 对这一提名进行审查 看是否存在违反反裙带关系法和利益冲突的问题 好的 新闻话题我们来联系 北京英博士的时事评论员吴雪兰女士 奥巴马在告别演说一开始就自嘲是跛脚丫 因为没有人服从指令 同时呢他承诺将与下届总统特朗普实现平稳过渡 对于奥巴马的这番表态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我们首先来看他第一个表态就是跛脚丫 其实这话一出呢我们能够感觉到啊 心里多少还是有一些怨气的 从2014年开始当时呢 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之中是败给了共和党 所以呢参议院其实是经常啊 跟这个奥巴马作对 所以他有很多的法案需要通过的时候呢 你想国会和他作对 那么他法案通过肯定不顺利 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国会对他有掣肘 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呢 媒体就说奥巴马实际上也已经成为一个跛脚丫总统 所以走到现在已经是2017年1月份了 这个跛脚丫走的还是挺艰难的 那么他也就是说了没有谁听他的话 你想嘛国会都不听他的 其他的岗位也一样 那么第二点呢他提到就是说 他会和特朗普有一个很有序的很正常的交接 其实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呢 这句话说来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 奥巴马呢已经连续的埋了不少坑给这个特朗普 其实我们能够通过势力来感觉到 奥巴马不是很愿意和特朗普进行一个顺利交接的 别的事情不说 我们就说最近情报机关一直在爆出各种猛料 说俄罗斯在特朗普当选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俄罗斯的黑客呢做了很多的事情 这件事就能够让我们感觉到 尽管民主党已经输了 尽管呢特朗普已经是后任的美国总统 但是奥巴马并不是想让他非常顺顺当当 就能够来进入白宫 好 谢谢吴女士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先稍续休息一下 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请教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杨阳 我们就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的先公话题 继续来请教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吴雪兰女士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9号任命 自己的女婿库什纳为白宫高级顾问 在特朗普此前任命的官员当中 也不乏她的亲信和死忠 引发外界的质疑 那么美国国会10号开始呢 对特朗普的封关清单进行了审查 那么在现行的美国法律体制下 民主党可以成功的挑战 特朗普的这些人事任命吗 在美国现行法律条件之下呢 民主党只能是延缓提名 但是不能 他已经决定要提名的人 不能马上给他一笔勾销 因为我们要看啊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席位 那么民主党只有48位 而共和党有52位 民主党没有达到能够一票否决的啊 这样的一个足够的席位 那么第二点来看 我们就举个你刚才提的例子 库什纳他的女婿 很多人就说哎 这美国是有一个反裙带关系法的 为什么特朗普可以来任命自己的女婿 这跟自己的一个裙带关系太明显了 但是其实特朗普他们家呢 一个是精通法律 再一个也是用心非常缜密 这个库什纳的现在就在做什么准备呢 第一他提出 我如果进白宫当这个高级顾问的话 我一分钱不要的 那么从这点薪水问题上 反裙带关系法就制止不了他 那么第二点 他也是在用美国最好的一些财务公司 给自己做一些财务审核 以厘清自己和未来 这个白宫之间的一些经济上的关系 这两点就是为他顺利去白宫 当这个高级顾问做准备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 这个反裙带关系法 哪怕不能制止特朗普的这些行动 其实在老百姓心中呢 可能也有一些想法 或者说也有小小的这个吐槽声 因为美国人一向认为 他们选出来的总统应该用最优秀的人 而不是说跟总统关系最近的人 来帮助他管理国家 所以呢在特朗普的团队当中呢 有本来已经有好几位啊 就是说让大家都觉得有一些打问号 如果说你任用的人当中 有太多被大家吐槽 或者打问号的话 你这个总统的认人能力 或者说你是不是会认人为亲呢 外界就会来质疑你了 好的 谢谢吴雪岚女士的分析和点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个资讯呢 你还可以扫描评论下方的二维码 和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 带您直接现任现场 欢迎你则定 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 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杨阳 我们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